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Channel,我是主持 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乌拉乌拉岛特殊调查各方面须知的一些内容还有详情吧 目前乌拉乌拉岛特殊调查总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任务目标其中包括不抓狮子宝可梦 完成三个天的调查任务以及与伙伴获得五颗爱心 完成过后对应奖励分别有红白球还有各种莓果 阶段奖励的话则有训练时经验以及星辰还有就是特定的宝可梦遭遇 第二阶段任务目标有为野生宝可梦拍摄三张照片 捕捉宝可梦时使用七颗莓果 然后捕捉五只拥有天气加成的宝可梦 对应奖励有足夺桃像食果以及向热种子 阶段奖励方面则有招式学习器 然后训练时经验以及星辰 第三阶段的任务目标则有行走两公里 然后完成五个天野调查任务 捕捉五种不同的宝可梦 对奖励有阿罗拉小泉士 阿罗拉穿山鼠以及旧使红白球 该阶段奖励分别有高阶的团战入场件 训练时经验以及星辰 再来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四阶段方面 目标分别有传送五个友情礼物 然后补装是五只宝可梦以及在团战中获胜一次 对应奖励有阿罗拉六尾 然后蓝白球以及就是凤梨莓果 而阶段奖励方面分别就是有黑王球 大量的训练师经验以及旧使星辰 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构游戏中 乌拉乌拉岛特殊调查各阶段任务目标以及奖励 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最后的言论呢 请给我参考 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下来对我们说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